过这一球 是2017年 金科世界冠军 奥远希望还能无奈地露出笑容 那接下来世界代后 继续跟对方抽档的奥远希望 突然面对一个短球 就让他彻底感受 什么才叫真正虐心的绝望 有一点像在底线的这种调球 正当戴紫颖正值生涯最巅峰期的时候 这一位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与2017世锦赛的档期重合 让他不得不舍近 自己最有同名 获得世界冠军的一次绝佳机会 最后奥远希望成功简陋 一举成为了日本史上第一个 旅球宇丹世界冠军 虽然在后他还曾说过 没有世界球后 戴紫颖参与的世锦赛 也是他最大的遗憾 而2018的纳运会 也是双方 在他夺得世界冠军之后 第一次交损 就看他能不能正名 假如戴紫颖 那一次参赛的话 同样巅峰状态的他 能否一样战胜自己 在连贯的过程里面 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假动作 令人眼花缭乱 拳手 这是戴紫颖第二次戴紫颖 似乎没有如他预期中出现 因为戴紫颖实在是太狠心了 但是他在这一次亚运会的团体比赛当中 为日本女团最终夺冠地立下了汉马功 单向的这个单场 就是做日本的第二单打 他都是拿下了胜利 我还希望呢 步伐连贯非常快 他非常 一个推底线的控制 收掉直线 这开场一上来 就用恐怖的一波8比1 打得奥远希望完全挫不及防 原以为他对戴紫颖已经是足够重视 但这比赛场面来看 准备似乎还不够充分 不过他总算等到戴后的失误 止血成功 然后连续极限突击 完成了连续漂亮反击 一波4比0 让他总算恢复一点自信 好球 可没想到 自己这冠王失误 又开启了自己噩梦的开始 这一球推底线 推得非常的到位 小带又轻松一波3比0 重新确立了6分差距 进入第一场技术间歇 5分差距 这很遗憾的这个强强对决出现在 休息回来后就出现让他苦笑不得的这一步 这一球是戒内表情上来看尽量的给自己放松遇到了这种运气不好的丢风出戒了出戒 但他压根就没想到这也只是一道开胃菜而已 戴紫颖的调球质量很高 哇 已经是难度很大了 戴紫颖连续的出戒失误 一度让分差来到了只有三分时 挺可惜的 他已经到位了其实 堵一把 好球 使用啊其实是比较的被动 你只有在速度和时间上面占有了优势 你的假动作 但是你本来就晚了 你在做假动作 很有可能会给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 发言希望还是处于被动 12比15 然后这球是运气球 擦网 戴紫颖马上改了一个反拍勾对角 但是这个对角确实勾得比较的时刻观察着对手 哇 个子这么小 但是他的后灯还是范围很大的 小戴 连续高质量的进攻 正式拉开序幕 在比赛早期积累出来的优势 戴紫颖一路还是保持着领先 特别是当奥运希望 用这几乎完美的极限擦网好球 与戴紫颖硬刚到底时 一分明明已经来到了15比13时 戴紫颖彻底打开全攻模式 然后使这假动作停放往前 戴紫颖又轻松拿捏着比赛 让自己获得了五个局末点的优势 最后这一锤定音的推放往前 比分定格在21比15 他轻松拿下第一局 就是抽挡之后 停顿的假动作变成一个放往 慢动作球方看得比较清楚 他本来是一直在平推 然后突然的在一个拍面的角度 本来已经做好了 继续跟对方抽挡的 奥运希望突然面对一个短球 奥运希望也是准备接杀 结果对方突然又是放了一个往前 底线的这种调球 戴紫颖这一上来又封出了一波4比1 奥运希望直接露出可爱无比的迷之效果 但是都不是很到位 虽然速度是不够快 但是呢这球都是幅度 或者是深度不太够 而戴紫颖想得分的时候 他好像真没半点法子 幸福世界规矩 几乎是用同样的方式 竟就被他欺负成这样子 奥运希望实在是不甘心 像奥运希望这么聪明的球员 他都没有办法 同样的得分方式 他都没有办法 这样两次丢分 没有办法提升 这也说明戴紫颖在 基战术的组合上面 出神入化的一面 特别是自己 明明看到一丁点希望的时候 总会被小戴 用着冷酷无情的灵力进攻 彻底浇灭了自己所有的期待 这高度不够 从这个八强的对阵阵容上面来看 也是如此 第二区是英达农打内维尔 四分之三区呢 是这个新度打金达棚 然后四分之四区是陈雨飞 来对阵山口圈 也是一场硬仗 甚至奥运会的这个级别 非常接近 从六比五之后 刚高手少了一个重要的对手 又轻松一波五比一 无从下口 后场的高远球 又是一个变速的 是五倍优势 进入第二次技术间歇 其实奥运希望呢 本身他的打法是比较的 就是以那个快速零动的步法移动来建成 但是呢 当你的思路上面 万一对手的时候呢 就会显得比较的狼狈 他的移动呢 就看起来 组织和连贯没有那么合理 休息回来后 分岔技术波大 安静 他把他收掉 他到位卡在那个点上 已经时间很早了 特别是十五比八之后 奥运希望已经开始出现 中弹的现象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奥运希望通常都是 等着对方先下手的 但是现在对方下手的这个 概率太高了 成功率太高了 当分叉摆到十分的差距 戴思颖也开始耍起来 这极具表演性的背身反抽 能够过去 让奥运希望总算带出机会 用这大力扣杀 宣泄自己的委屈 重复落点的推送 打一拍 连贯上网 在这种对攻当中啊 主要还是速度上面 今天奥运希望呢 是跟不上戴思颖的这个节奏 是打不出来的 现在这场比赛的赛点 已经出现了 二十比十 戴思颖有十个赛点 其实有出界的嫌疑 戴依然无法改变疏锁的结局 最终 他二十一比十 被戴后很心无比的横扫出界 有两年的时间 而戴思颖也永远以偿的 也继续大运之后 又为台湾读得另一枚 突破历史的亚运金 人生不可谓 人生不可谓 到犯主地上 就然到什么